五弟每天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 处于梦幻西游的奇迹 从一百万的腰带 到三十万的第一成就号 到十八段的玛瑙 我觉得五弟啊 现在他不是最看重实用性的 他最看重的 五弟我实话实说 我要实名开喷了 你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装逼 怎么挥霍你的人民币 怎么炫富 你这种人如果现实让我看到 我立马抱住你的大腿 你再离开我一步啊 做你的小弟就挥霍了啊 我也要跟你一样装逼 太他妈难受了 这钱怎么能这么花 乃至把伯金钱110啊 我觉得五弟不会想给神兽金钱110吧 给客户打电话 凭什么神兽不让金钱110 难道喜欢神兽也有错吗 难道让自己喜欢的神兽 属性更好点也有错吗 五弟你知道吗 你前几天放话说 让网易出了一个 无级别特军女头 真的出了 出了一个110无级别 磁黄女头吧 好像是 我操这啥玩意啊 四本授觉我以为是电书的 结果点了一下 玲瓏激发 上武灵符 龙魂以及法术防御 哎呀 这个腰带呢 是孔雀当时50万买的 然后卖了50万 亏了1000的手续费 后来手续费补成了啊 这个腰带的成本价呢 应该是58万左右啊 加熔炼的话应该过60 市场价格的话应该是 90左右啊 90左右 根据上一个流 愤怒凌智来讲的话 是90万左右 愤怒光辉能用的门派是 地府 法系啊 以及卡速峰啊 挺好的 这个腰带是真的挺好的 关键现在武神坛 没有时间锁了啊 五弟拥有了这个腰带以后的话 再加上他的武器啊 两大逆天神装 帽子的话加治疗啊 衣服的话破甲 啊 我看一下啊 这个五弟在2020年啊 2020年啊 2020 咱们边走边看吧 如果后面有封印装备的话 可以买 买套封印装备啊 封印炼防御49.7血 等于熔炼了两段宝石 它的熔炼呢 已经不是按 对不对 这个 属性来算了啊 不是按几次极限来算了 而是按照段数来算了 我们下载了 去星期货 老板 在喔 有这个 我上载了 我上载了